速度化冰是一人一个倒刺 就是你划你的我划我的 但是在这个短刀索华这里面 就是需要有一个激战术 在冰上的灵场发挥 还有反应能力 还有它的身体的基本因素 就是比如说这个爆发力 灵敏性 比如说判断能力 然后还有这个队员与队员的默契配合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说无大竞决赛当中 扶一下阵子威 也是因为我在你后面呢 就是你可以放心 无论是谁拿冠军都无所谓 只有中国国旗挂在最高的领导台上 只有短刀四滑是有这个摆泡子的时候 就是在快速滑行当中 它要有一个控制力 因为速度太快了 那个时候脚是动不了 手扶地是为了控制 为了控制 为了不摔跤 因为它有一个离心力嘛 但是你看这个在这个王蒙这个滑行当中 它外侧超越的时候 它不会摸冰 圈越大 它的离心力就越小 所以说别人在摸冰的时候 它没有摸冰 就说明它的能力会比摸冰的人要强 因为它有身体接触嘛 它有身体碰撞 我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找空隙 有很多人运动员一到现场的时候 滑不动的时候我肯定会有侥幸心理 我想我这有空隙了我就往里进 危险的地段你超越了 你必须得接受这个规则的这个判法 后面推啊或者说侧边一看你上来了 它用身体故意的去往侧 这个叫横切阻挡 这个韩国运动员一下过两名运动员嘛 就是它就在顶湖的时候完成超越了 对啊顶湖脸是最危险的地方 你一旦摔倒了就面临受伤 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他认为我过程很漂亮 是你过去了 但你要摔倒了怎么说呢 所以说裁判员是 就是就是每一次判罚 其实不是说因为受伤了我才判罚你 是为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受伤 让他让他记住 以后不能这么超越 没错没错 就是每一个角 他都能看得特别清楚 因为这个以前是没有这个摄像机的 就像这个咱们田径白米飞人的田径 旁边这摄像头就是 是人工智能的嘛 他就跟着那个田径运动员的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往那个工厂外侧 也安装了一个像这样的摄像机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有一些 短道四化运动员的这个小动作嘛 所以说任子威在这个决赛当中被刘少林撞了那一下的 瞬间重放那个慢动作任子威是直着往前走身体身体中心没有动 但是刘少林在过的瞬间到入完到点的时候他没有位置了 所以他有一个故意向外有一个撞的动作 然后再往里倒的 这个时候刘少林就已经着急了 先把手搭在了这个任子威的这个腿上 然后收回来任子威还没有动 因为任子威的速度快嘛 第二次他又上手了 特别稀奇啊 就棱棱角角都能拍得特别特别的清楚